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赫特·福德俊毕业于牛津大学 他不仅是一名畅销书作者 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英国政治家 可以说是一位名利双收的政客 那么接下来 有书君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书中的故事 男主角弗朗西斯·尤恩·厄克特 是一位满载荣誉与辉煌的佼佼者 他是英国政府身兼树职的政治要员 身居一个具有震慑性的重要职务 党鞭长 这个党鞭长是个什么职务呢 这么说吧 他的功能就是监督和制约国家议员 所以在他手上随随便便 就能翻到某位政治要员的秘密 比如说谁和谁私交好 谁和谁老婆有一腿 党鞭长都知道 而且他该把这些事情 一一记录在黑皮板上 所在谁都找不到的保险箱内 虽然这个党鞭长没杀实际的权利 也不能发号适令 但所有人都怕他 都要靠着他来帮自己保守秘密 因此这些政治要员也欠下了弗朗西斯 非常大的人情 没有人敢不给他面子 这样一个敏感的角色自然就触发了媒体人的羞聚 其中就包括啊 《每日记事报》的新政治新闻美女记者Marty Marty为了获取第一首的新闻 反而走险的晚上十点钟敲响了弗朗西斯的大门 其实啊 他之所以敢这么大胆 深夜骚扰高官 是因为弗朗西斯曾经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 其实弗朗西斯在打开门看到对方时 是不开心的 但人家脑袋转得多快啊 立刻想到这个女孩子没准会成为自己的喉舌 帮忙控制政坛上那些野心勃勃的人 于是两人达成协议 弗朗西斯会提供一首的新闻 但Marty不能透露任何谈话的细节 有句话说 过分喜欢权力就会不择手段 其实基于首相宝座的大有人在 其中就包括弗朗西斯 但如果想要获得更高的权力 就得让占有权位的人腾出个地儿 于是啊 弗朗西斯开始在不动声色地酝酿一场权谋 首先 他盯上了首相的亲哥哥查尔斯 一个住在伦敦南部廉价小公寓里的旧鬼 他兜里除了厚厚的欠款单一无所有 弗朗西斯只需要为他还清账单 提供美酒 就能轻而易举地让他脚先投降 就这样 弗朗西斯以查尔斯的名义 开了一个银行账户 利用植物质变大炒股票 从中获得了高昂的利润 为抹黑首相做了一个漂亮的铺垫 第二个被弗朗西斯收入麾下的 是宣传处处长罗杰·奥尼尔 弗朗西斯通过调查罗杰过去十个月的花销 发现他的开支很不寻常 因此他推断出这个没有底线的家伙 大概是跟毒品沾上了边 被招住把柄的罗杰成了弗朗西斯的传递员 从此 所有进入今日记事报的秘密文件 都通过他的手传达 查尔斯的账户也通过罗杰 从政府后台更改记录 第三个被弗朗西斯盯上的 是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 帕特里克·沃尔顿 弗朗西斯通过调换他们官员 装着机密文件的小红箱 在对方家里留下了切听起 这样一来 人家私人宅邸的所有对话 全部都被录制了下来 弗朗西斯再次抓住了别人的把柄 没多久 首相亨利的平静生活 就被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件打断了 首先是 每日记事报的一篇负面报道 接下来 他臭名昭著的哥哥被调查 此刻 晕头转向的首相 找不到可信赖的人 觉得所有人都可能背叛他 只有党编长看起来像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人 可他哪知道 此刻在弗朗西斯面无表情的外表下 心中正在倾注一场巨大的胜利 这时 一只灵敏的猎狗 寻找到了弗朗西斯 这个人就是拥有雄厚财力的大鳄 兰德里斯 于是二人强强联手 演出了一场好戏 他们先推出一个年轻帅气 原则性强 看起来精明强干的迈克尔塞米尔 参加选举 在第一轮的名义检测中 故意让他名列前茅 让他成为了其他政客的靶子 在所有人都忙着互相拆台 打得不可开交时 弗朗西斯则润物细无声地 慢慢爬上来 做了一个大家都不讨厌的新人 首相大赛愈演愈烈 很快弗朗西斯就剩下了两个强奥类的对手 一个是哈罗德厄尔曾经认撒切尔夫人的秘书 另一个就是外交事务总大臣帕特里克 虽然这两个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 都比弗朗西斯有实力 但你千万别忘了 咱们主人公的必杀起 就在淘汰赛的前期 厄尔收到一张艳照 是他多年前在一家俱乐部里酒后失态 跟一个小伙子西蒙的不亚照 紧接着洋洋自得的帕特里克收到一盘磁带 里面是他跟一个年轻的女人颠乱捣风的事 就在新首相弗朗西斯任职前夕 马尔蒂凭着对新闻的敏感 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 他开始觉得前首相下台是遭人暗算了 聪明的他很快就发现事情的真相 原来眼前这个曾经 与他度过无数个凉宵的人 就是木火黑手 而自己无非是他手中的一张牌 对此弗朗西斯也是很坦白地说 如果你真的懂得全力 你就会明白 有时候牺牲是必须 在对方还没来得及说话 弗朗西斯就猛然间地 将他狠狠地摔过栏杆 从高高的楼顶摔落下去 就这样 弗朗西斯踏着自己萌偶们的鲜血和尸体 一路凯旋高歌 走上了首相的宝座 或许这一系列令我们震惊的黑暗故事 可以用英国十六世纪著名的海盗 弗朗西斯·德雷克的话来解释 机会的双翼是用死亡的羽毛俱整的 当然是别人的死 看完故事可能会有人唏嘘不已 全力的魅力真的就这么大了 会让一个人变得如此自私和可怕吗 外国有一个英文视频就分析了这个情况 研究人在手握全力后 头脑会产生哪些变化 关注轻毒实验室公众号 私情回复全力两个字 有数君就带你去看一看这条视频 我愿意带我多了 如果给你决定了 我们就赢得他 我们就送到这个研究